何文田一個油站被劫 損失超過一萬元現金 警員在公主道御劫的油站調查 向職員錄取口供 現場消息說 兩個男人凌晨三點多進入油站後用刀指嚇職員 劫去一萬五千元後逃去無蹤 大批警員接報到場 又在附近搜查但沒有發現